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视线 魏州茅台旗下的53度飞天和五星茅台 一夜之间平均涨价20% 这也意味着从11月1日起 茅台酒的主力产品53度500毫升装 经典茅台酒的出厂价 将由969元 上调200元至1169元左右 但是市场指导价为1499元一瓶 暂时不变 贵州茅台股价周三上涨达到6% 10月20日贵州茅台曾经披露三季度财报 2023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达到1033亿元 同比增长18.5% 净利润则达到529亿元 同比增长19%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14% 净利润同比增长16% 创下了茅台业绩的历史新高 这也是贵州茅台至今第一次前三季度 营收突破千亿 整体业绩于2021年全年几乎持平 净利润已经超过2021年全年的525亿元 10月31日晚间贵州茅台发布公告 称自2023年11月1日起上调53度贵州茅台酒 也就是非洲茅台和五星茅台的出厂价格 平均上调幅度为20% 而此次调整不涉及市场指导价格 茅台历史上经历了多次提价 零售价更是从200多涨到2000多元 从这张涨价图上可以看到 下面灰色的是出厂价 上面深蓝色的是零售价 从2004年至今涨幅惊人 期间曾经因为繁腐打击 不得铺张浪费等口号而一度价格回落 但是近几年已经收复失地再创新高 而公开资料显示 2018年贵州茅台的销售毛利率为91.1% 此后的2019年至2022年毛利逐年上涨 分别达到91.3%、91.4%、91.5%和91.9% 10月18日贵州茅台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蒋燕曾经说 消费者、投资者以及经销商、供应商 都是茅台的利益共同体 他说茅台股票改变了很多人的一身 并且称茅台是一个优质的酒起 靠的是几十年的沉淀 不是砸钱能砸出来的 而对于茅台的价格 贵州茅台的董事长丁雄军 自2021年上台以来 无论是在业绩说明会 还是在股东大会等公开场合 都对飞天茅台的涨价事宜会莫如深 在茅台的股东大会上 丁雄军表示 对于飞天茅台什么时候提价 怎么提价要有智慧 他还说如果飞天茅台能够提价 会有更多的利润 而时隔六年后 飞天茅台终于迎来了丁雄军 所谓有智慧的提价举措 令他的股价也大涨6% 如今提价措施落地 由于茅台经销商是按月打款 在今年的第四季度 利润就会在茅台的财报上有所体现 而值得注意的是 此次涨价涨的是出厂价 市场指导价格保持不变 这也就意味着飞天茅台涨价 抢的是渠道的利润 由于提价不涉及市场指导价格 经销商的利润空间 大概率会面临挤压 回顾茅台提价前的一系列变革举措 不难发现此次飞天提价 是丁雄军布下阳谋的必然结果 分析师表示 疫情之后白酒消费场景的恢复不及预期 就连茅台也会感到压力 选择直接对飞天系列提价是压力集中释放的结果 今年10月19日市场曾经传出 茅台将在四季度控量减费的消息 令惶恐的二级市场赶忙给茅台砸出了一根 跌幅5.67%的阴线 而第二天 茅台三季度财报也显示 其三季度营收净利增速均有所放缓 低于年初制定的15%的增长目标 从飞天茅台的批发价来看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 飞天茅台的批发价明显成压 双节前后合计下跌150元左右 显然也面临市场需求不足的困境 茅台相关人士在与投资者的交流中解释称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 有3%至5%的价格波动也是很珍常的 但是与此同时 茅台相关人士也表示 不排除对茅台酒直接提价的可能 而不到一周之后 贵州茅台就在深夜官宣 对飞天茅台进行提价 并且立即生效 这就是对飞天茅台的渠道利润 进行了一次再分配 目前飞天批发价在2650元左右 提价后与出厂价之间 仍然有近1500元的差价 这就是茅台经销商的利润空间 而在提价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丁雄军布下的阳谋 首先在提价的靴子落地之前 被丁雄军大力扶植起来的直销渠道成为了利器 今年前三季度 贵州茅台的直销占比达到44.13% 丁雄军推出了i茅台电商APP 消费者在这一手机APP中 直接可以购买到官方正品茅台酒 该APP超过4200万的用户数字 也就意味着茅台有能力绕过经销渠道直达消费者 这商证券的研究报告预计 2023年贵州茅台全年的直销比例将超过50% 而在2021年丁雄军上任之前 贵州茅台的直销占比仅在10%左右 丁雄军的另一个阳谋 则是在保证飞天供应的前提下 加大力度投放飞镖产品的占比增收 试探经销商 所谓的飞镖产品简单来说 就是指飞天茅台之外的其他高端茅台酒 比如说生肖系列 礼宾系列 陈酿系列 以及节气系列等等所有的高端产品 2022年飞镖茅台收入占比已经超过飞天 成为茅台酒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业内人士表示 今年下半年以来 茅台一直在控制飞天茅台的量 茅台现在库存的全部都是飞镖茅台酒 华创证券的引爆认为 今年第三季度茅台酒营收同比增长14.6% 仍然由飞镖产品贡献这一部分的增量 而如今结果显示 直接提价才是贵州茅台的最终底牌 白酒行业分析师表示 茅台经销商安月打款节奏不变 因此11月1号提价的影响 将直接反映在今年四季度的业绩上 据方正证券分析师王泽华的测算 此次茅台酒出厂价的提高 预计将会令茅台今年收入增加约62亿元 增后幅度约4.2% 增加净利润约41亿元 增后幅度约5.6% 那么从长远来看 提价措施会带来什么样的后续结果呢 历史上贵州茅台对飞天茅台 共有过8次提价 但是并非每次提价都会对飞天的批发价 带来正向的价格传导 数据显示 贵州茅台此次对飞天20%的涨幅 仅低于2008年的22%和2012年的32% 而在2012年那次提价之后 恰逢白酒行业因为限制三公消费而遇冷 茅台批发价有所下滑 当时的市任董事长 袁仁国甚至对经销商下过死命令 说必须力挺茅台价格 谁低就取低谁 最终是稳住了茅台的价格 而在距今6年前的2018年 飞天茅台最近的一次提价 也是在袁仁国任上实现的 飞天茅台价格从819元提高至969元 涨幅达到18% 但相比2018年 如今贵州茅台所处的外部环境 更像是2012年 白酒消费需求的收缩显而易见 2018年茅台涨价的背景是 消费升级带动飞天茅台批发价 从1100元左右攀升至1600元 市场上的平价茅台一平难求 而相比之下 如今飞天茅台的批发价 自2021年曾经短暂站上过3000元大观后 已经许久未涨 甚至出现双截前后价格大幅下滑的情况 这就意味着 上一轮飞天茅台批发价上涨之后 厂商与经销商共赢的场景都没有再次出现 这无疑是一场存量的博弈 是茅台对渠道利润的部分收回 终端茅台的消费需求也并未如预期般的火热 湖北地区的终端经销商表示 在11月1号涨价的第一天 茅台的市场价格并未上涨 但它预计临近元旦前后价格会有所上涨 另外一方面白酒行业的周期其实与房地产基建等行业也是息息相关 川财证券的分析师在眼报中指出 在2009年3月4万亿政策落地地产基建等行业扩张 带动政界商界的商务活动增加之后 这一点成为了九起当时业绩回暖的重要原因 而现在九起几乎失去了房地产行业 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能否再次升级也成为一个未知数 而目前来看 即使贵为茅台也没有逃离周期的例外 在成为中国股王之后 贵州茅台在过去十年中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酒类生产商 并且一直被视为中国消费市场的代表 它的市值超过20亿元人民币 是中国市值第二高的公司 仅次于腾讯 多年来也一直是外资在中国投资的核心组成部分 而现在外国投资分析师表示 与两年前相比 外资对茅台的持股量大幅下降 茅台本轮台价所带来的利好 也许只能影响到A股 而对于外国投资者来说 这不会成为他们买入的驱动力 因为中国现在整体经济的负面形势影响太大 中国本周的经济数据显示 官方的综合采购经理人指数和财新制造业指数 纷纷下跌 扭转了中国经济开始复苏的迹象 令人再次为中国经济的萎缩开始担忧 以上就是今天 新风事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